软软淡定地走到水池边 一把把那只鬼扯了出来 真 真是乔义 软软淡定地把乔义拎了过来 这时 楚奇带着大黑也回来了 大黑 先别吃它 听到命令 大黑就撒开了嘴 将它按在地上 这水鬼一直都没开口说话 软软有些奇怪地捏开它的嘴 你的舌头被谁摆了 乔义本来呆愣愣的 一听到这话顿时哭了起来 软软有些奇怪 这水鬼明显就是个傻子啊 堂堂 你确定是它吗 确 确定 就是它 你叫什么名字 刚问完 软软才猛地想起来 它根本说不了话 谁知它竟然伸出手 用水写下了两个字 乔义 你为什么要害堂堂 哥哥 乔峰 做坏事 我不喜欢 你是说你还有个哥哥叫乔峰 要刀堂堂的是他 乔峰在哪 你们住在哪 乔峰让乔义过来 肯定是已经发现了 我们对他有威胁 下次他再出现 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乔义还有个哥哥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 乔峰和乔义 应该是一对双胞胎 但留在他们母亲身边的只有乔义 你到这养魂珠里来吧 等找到乔峰后再放你出来 小姑娘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找到乔峰死的地方 弄清楚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才能知道他为什么要害堂堂 好 我这就联系人去查 第二天刚好是周六 软软和葛寒林一直睡到中午 才被一阵手机铃声吵起 软软 乔峰又有消息了 他们很快来到目的地 养魂珠里的乔义忽然躁动起来 软软就知道他们没找错地方 软软 你有感觉到什么吗 河里阴气很重 恐怕淹死的不止乔义和乔峰两个 软软凝神细细观察整条河 猛然发现河的两岸摆放着七块石头 还是按北斗七星方位排列的 北斗七星镇 北斗七星镇可不是一般封印鬼魂的镇法 这里下肯定有别的东西 不管有什么今天晚上再说 先解决乔峰比较重要 好 这时 堂堂父母带着一个男人也赶过来 这位是黄天林黄先生 跟乔义同住在这旁边的村子里 你们想知道什么可以问他 黄先生 我们想知道当年他家发生了什么事 当年俏裔的妈妈温莹带着他 赖这里开了个小卖补 这日子也算是过得去 可谋蹭乡有一天 他丈夫带着大儿子回来了 这大儿子在后麻瘦了过了十几年 回来的时候 身上都某块好肉 害不入那个沙儿子呢 他丈夫也不是个难人了 温莹田喝了电酒 听到小儿子苦心了哼饭躁 一气直下就把他舍头给尖了 温莹挡计就和他拼命 两人就这么实收 把对方通尬了 然后两个孩子也都不见了 软软看着河面眉头微粗 害死你们的不是堂堂啊 为什么要来伤害堂堂呢 难道这个乔峰是为了乔义 等夜幕降临 软软把乔义放了出来 乔峰乔义在我手上 你要是不出来我就让大黑吃了他 大黑附和地叫了一声 乔义吓得魂体一颤 河面上一个鬼影慢慢浮了上来 果然和乔义长得一样 放开我弟弟 乔义一看见乔峰就激动起来 哒哑地乱叫 弟弟别怕 哥哥会永远陪着你的 乔峰你的仇人是你爸 你为什么要伤害堂堂 弟弟喜欢他 我想让他来陪弟弟 此话一出 堂堂顿时背后发凉 乔义则是不停地摆手 他的意思很清楚 不要伤害堂堂 弟弟 刀了他 让他变成鬼陪着你 不杀妹妹 活着 开心 弟弟 我就剩你一个奇人了 我只想让你开心 妹妹不死 我就开心 乔峰的魂体慢慢飘了过来 他看着乔义似乎有些羡慕 要是当初留下来的是我多好 跟着妈妈应该很幸福吧 话音刚落 乔峰突然按在乔义的头上 不好 他在吸收乔义的魂魄 软软立即拔剑刺了过去 可奇怪的是 七星幅魔剑竟然伤不了他 楚奇的阵法也碰不到他 怎么会这样 北斗七星阵连着乔义的魂魄 我们的招数都被北斗七星阵吸收了 很快 乔义的魂体就被吸射了 乔峰的力气又增强了几分 弟弟 从现在开始 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了 你所喜欢的 哥哥彤彤会给你拿来 乔峰一点一点地逼近堂堂 大黑猛地扑了过去 北斗七星阵能吸收倒数的攻击 却吸收不了大黑的攻击 乔峰很快就被大黑缠住了 软软和楚奇相视一眼 随后同时双手结印 从他们头顶飞出两道金光 在空中形成一把巨大的剑 对准北斗七星阵的阵眼狠狠刺去 北斗七星阵瞬间被毁 乔峰的力量也瞬间弱了下来 每两下就被大黑给吞了 因为北斗七星阵被破 此时的河面上跑出来许多水鬼 水鬼没有超度的话 自己去阴间投胎需要带一个替死鬼 他们此刻都虎视眈眈地盯着岸上的人 你们告诉我这里 为什么会有北斗七星阵 我就送你们去地府投胎 我知道 因为这里面有一口紫红色的大棺材 但是活人看不见 那是谁把棺材放这儿的 棺材里的又是什么人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这儿子里最老的鬼在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这了 至于里面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根本就碰不到他 更别说打开了 不过那个阵法似乎不是在压制他 而是在保护他 因为一旦有人或者鬼靠近 阵法就会自动将靠近的东西隔离在外 难道这棺材里又是一只鬼王或者鬼叫 软软挥手打开鬼门 你们都进去吧 哥 我想下去看看 好 我和你一起下去 何底 软软看见了那口紫红色的棺材 软软指着棺材看向宁轩 宁轩点点头 是一胎也能看见 软软不禁疑惑 那水鬼不是说活人看不见吗 我有阴阳眼能看见很正常 但哥哥为什么也能看见 软软没想太多 何宁轩来到棺材旁边 他试着推了推棺材袋 本以为会推不动 谁知轻轻一推就开了 当看到女尸的脸时 两人顿时大惊 女尸竟然保存得十分完好 最关键的是 她的脸和软软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女尸的额头处有一个桃花印记 软软和宁轩对视一眼 一个画面同时闪过两人的脑海 阴冷地府 桃花树下 女子一身粉裙 飘然如鲜 妖华 妖华是谁 她怎么会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这时 女尸身上飘出一道流光 钻进了软软的身体里 他们眼前一黑 等再次能看见时 发现尸体已经严重腐化 软软和宁轩都面露惊讶之色 宁轩往上指了指 试一上去再说 软软点点头 和宁轩一起游了上去 在他们离开后 那棺材和尸体一起消失在河底 同时 在某个阴暗之处 黑袍鬼将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命运的指轮已经转动 我的主人 您该回来讨债了